高龄产妇顺产案例 年轻时是冷饮 生机饮食、咖啡、甜品及各类酒水 不觉得有何不妥 但长期严重痛经 日益严重的食物和花粉过敏症困扰着我 2015年 我有幸参加了四天张医师纽约演讲 觉得很震撼 刚搬到旧金山湾区时 发现怀孕了 那时37岁 年纪已不小 但不在意 想着休息好 吃好就够了 一样爱冰淇淋和咖啡 特别爱西瓜 两天能吃一个大西瓜 13周时发现出血 到医院就小产了 小产后身体每况愈下 异常感冒 加急性肺炎 发高烧 彻夜咳嗽 看了两家医院 天天打掉针及抽血化验 有时要抽食管血 脸色辣黄 医生也讲不出原因 虽有喝姜汤 但不浓 量也不大 也没有忌口含凉物 2016年秋 参加旧金山湾区 原始点两期培训班 彻底改变生活习惯 不再吃甜品和咖啡 坚持温热饮食 每天爬楼梯30分钟 慢跑30分钟 运动很快地提升了我的体力 每次运动完身上暖和很久 每个月经期都在缩短 痛经也明显好转 到了三月 经期已在30天以内 紧接着4月份我就怀孕了 高龄加上小产经历 这次我特别珍惜 小心谨慎 孕初期 闻到姜味就恶心 停了姜汤 接着开始呕吐 起初偶尔吐 后来餐餐吐 连汤汤水水都吃不下 医生开的止吐药也吐了 体重下降十几磅 有一个星期完全无法进食 奄奄一息 丈夫很紧张 建议就医 我坚持不就医 去了一定是输液或用药 身体会更寒凉 紧急向Luna咨询 她建议喝浓红参汤 当天全身按推后 喝了一小杯浓到发黑的参汤 竟然没有吐 而且很神奇 当天下午就有力气讲话了 有力气我就开始运动 有运动胃口也好转 因为懂原始点 不怕分娩的疼痛 阵痛周期约三分钟时 我们才去医院 约晚上八点 经护士检查 光口已开始指 从阵痛开始到分娩完成 全程近十小时 没打止痛针 晚上十点 生下三千六百克健康宝宝 怀孕期间身体健康 除了孕吐 没有便秘 失眠 水肿 认沉 糖尿病等高龄产妇 常见状况 产后体力恢复很快 一个月内体重体型恢复正常 原始点医学 是健康生活的大智慧 学习原始点的这两年中 我也有过困惑放弃的时候 但通过不断切磋 学习交流 增加信心 坚持探索运用 所以要多结交原始点朋友 互相分享经验 现在宝宝三个月 母乳喂养 孩子不闹 睡眠好 很健康 生产顺利 让我深深感恩张医师 研发原始点医学的智慧 和普及推广的善气 衷心感谢南湾志工们 给我的帮助